轻时几缕光阴,便是世间美味。 我是舅舅,欢迎来到时光时味。 今天,我们要做一款芝士卷。 它的味道特别接近咱们这边火爆的面包房Portos, 是他们家一款热销产品。 我们今天将用简易的方法来完成它。 首先,推荐大家使用的这款千层酥皮。 它可以用来制作各类酥皮典型以及蛋挞, 非常的方便食用。 它是冷冻状态的,我们要先将它解冻到室温。 在它解冻的过程中,我们先来制作芝士馅。 我准备有奶油奶酪、黄油、白糖以及少量的盐。 黄油需要是室温软化的状态。 具体配方我有写在屏幕上, 也会在影片最后帮大家都总结起来。 我们用打蛋器将它们搅打均匀。 最后的状态是像这样细腻浓稠。 接着,我们将一颗鸡蛋打散, 然后分次将蛋液加入到芝士线中。 一边加入蛋液,一边搅打芝士线。 当我们的芝士线细腻浓稠, 并且稍微有一些硬度, 能够形成挺立的状态, 就是搅打完成了。 最后,我们留下少许的蛋液, 用来刷在芝士卷的表面。 接下来处理千层酥皮。 它一盒拆开, 里面装有两块鞭长约为9英寸的正方形酥皮。 一张酥皮可以做6个芝士卷, 一盒酥皮正好可以做一打12支。 我们在案板上撒上一些面粉, 取出其中的一块酥皮, 将它展开。 然后,用擀面杖将它擀压, 使它变得更薄更大一些。 擀好以后, 我们用滚刀, 从中间将它切割下来, 使它平均分成两块。 我们先制作第一块。 在三分之一处挤上芝士线。 然后, 在靠近芝士线的一侧边缘和中间, 都抹上一些清水。 接着, 将它扣过来盖住芝士线。 稍作按压, 使它针合紧密。 在另一侧边缘也抹上清水。 接着, 将包有馅料的一侧扣过来, 盖住边缘, 然后轻轻按压。 接着就可以进行切割。 我们的切割角度是稍微倾斜的, 这样比较美观。 将面团切成三份, 然后将它们挨个码放在烤盘里。 另一半酥皮面团, 在蜜野做相同处理。 一颗酥皮做下来正好是12个面胚。 我们在表面刷上一层蛋液。 再薄薄撒上一层白糖。 放入到预热好的烤箱里。 华氏温度400度, 摄氏温度205度, 烤至18到20分钟。 您也可以一次性多做一些生面胚。 先不烤制, 放在冰箱冷冻保存。 食用的时候无需解冻, 直接从冷冻箱取出来烤制, 非常方便。 这款芝士卷, 对Protos的味道还原度达到了90%, 外皮酥脆又多层, 那里的奶油芝士非常香甜。 这个简单方便又快速的方法, 免去了您出门排队的烦恼。 动手试试吧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, 别忘了点赞订阅以及分享。 我是啾啾, 我们下次见。